六支火紅的吹風機搭配六個髮型師 不藏私技巧大公開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最近有越來越多的女生 願意把錢投資在一個吹風機 希望這支吹風機可以讓她的頭髮越吹越美 那今天我就要介紹各國六支 頂級高單價的吹風機 讓你的頭髮越吹越漂亮喔 其實女生最受不了洗完頭之後 在那邊吹頭髮要吹很久 頭髮才會吹乾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有一支好用的吹風機 沒有搭配一些好的技巧 頭髮還是吹不好喔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應該要怎麼吹頭髮呢 梳開擦乾擦乾再梳開 最後要吹頭髮以前 將你所需要的髮型 梳到你要的效果 完了以後再進行順著髮型 將頭髮由上往下的去吹乾 切記不要四方亂吹 因為四方亂吹的頭髮 你會得到膨度 但是是一頭凌亂跟你期待的髮型 不相關的結果 可以先把頭髮分區 比如說上下區 然後我們先把髮根的頭髮吹乾 我覺得髮根的頭髮吹乾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們在大方向的吹髮中跟髮圍 其實這樣就很快了 我們的手可以一直去剝頭皮 剝頭皮的同時吹風機的風才有辦法進到我們的頭皮 快速的把髮根的水分給我吹乾 通常我會以頭頂為原型 全部把它往前吹 後面的往前拉 然後頭頂的都把它往前吹 頭髮吹完之後會比較有一個自然的弧度 第一隻阿娃介紹就是在髮型界最厲害的專業吹風機GHD 很多髮型師其實都在用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它就是標榜它的風速非常的強勁 可以快速做造型 那這一隻吹風機阿它還有搭配一些負離子 所以在吹整頭髮的時候其實也是吹得很快 而且頭髮會吹得很亮 我本身也第一代用過第二代 現在我也用了半年左右 第二代這個風它是蠻集中的熱度很夠 那尤其我們現在很怕頭髮髮根很塌嘛 它只要輕輕一下它髮根就會膨起來 我會先逆著吹髮根之後 我會準備一隻小圓書 然後撐起來之後 往前180度超過之後 往上畫一個C 它就可以達到你那個完美的形狀了 第二隻阿也是高價吹風機的十足 就是Panasonic 這個奈米水離子的吹風機 我想應該蠻多人都知道這隻吹風機 它之前就是什麼97啊 9899的型號 就造成了搶購的蜂巢 那這一隻其實是他們最中級的 最高等級的旗艦版 它的奈米水離子 可以更多更細小的附著在你的頭髮 讓你的頭髮的水分能夠保持得很好 再加上負離子的保護作用 可以讓你染髮的顏色調得非常非常的慢 讓你的頭髮的髮色保持得最艷麗的樣子 所以這個最新旗艦版的 這個奈米水離子的吹風機 可以去來試試看 它的優點就是快速的吹乾 它有蠻多選項的 當你按吹頭皮的功能的時候 你的頭皮的溫度比較不會那麼高 敏感的頭皮吹起來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它的風嘴設計是比較寬一點點 它蠻適合用大板書大片的面積吹 可以順 拿這種大板書有齒的地方是朝外面 可以分個三層 從髮根帶一點拋物線 那頭髮吹出來就會有一個彈性 然後最後你還可以三個集合在一起 再加強一次它的髮尾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把握 你可以開啟它有一個叫Care的按鈕 電腦的判斷會比較橫穩一點 不會傷害你的髮質 第三支我要介紹這個菲利普的 智慧溫控護髮吹風機 那我看到這一支菲利普吹風機的時候 我蠻驚艷的 因為以前菲利普的吹風機啊 我都覺得都是比較大比較重 那這一支真的是一改 我們大家對它的刻板印象 就是它變得非常的可愛 它的頭就變小了 而且它的顏色就很漂亮 那我覺得它這一支最厲害的地方啊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Sensor的IQ感應器 會去偵測你頭髮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溫度 然後再加上它裡面有一個AI的智慧 它裡面大概內建了大概有24000個髮質的一個智慧模式 所以它可以去很快的判別你的頭髮需要什麼樣的溫度 然後它就控制這樣你不管怎麼吹它都是維持60度的溫度 那另外我覺得也蠻特別就是它另外有附一個 一般的吹風機頂多就是有一個這種扁的這種造型的吹嘴嘛 它另外附了一個大家也比較沒有看過這個圓形 這個叫做素乾吹嘴 就是說它用這個吹嘴吹頭髮 它頭髮就可以素乾 就可以解決很多女生覺得頭髮要吹很久吹不乾的困擾 這一支吹風機最主要最明顯的是 它在溫度跟風速上它的協調性非常好 它的重量手把跟頭的平衡度 在吹風機裡面我覺得是分數很高的 它的L型的那個角度長短上面它其實做得非常好 尤其在吹前面瀏海的時候 它那個距離呢讓你的手勢呢是輕鬆的 其實現在蠻流行所謂韓系嘛很膨 比較拋物線比較大的瀏海 吹瀏海是需要有一點細微動作的整理頭髮的方式 它的風是讓你好控制頭髮 因為風力太大如果大到沒有辦法去控制頭髮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辦法造型的 第四支啊是來自日本的RIFA 我想如果你是美容控的話你應該有聽過RIFA 因為他們在日本就是出那種滾輪非常的有名 沒想到他們也出了這個專業髮型師的吹風機 那這一支最厲害的呢就是它的吹嘴這邊有一支神秘的眼睛 就是這個 聽說這個啊也是一個感應器 它有一個智慧的感應系統 然後可以去分辨你的髮質狀況 然後給你最適當的溫度 那它的溫度也是不超過60度 所以你在做任何吹疹吹風的動作的時候 它能夠很快的快速吹乾 同時也不會傷害你的髮質 而且髮色可以越吹越漂亮 一開始拿到這支吹風機的時候 我還沒有打開來用 是我的助理那天我們兩個一起在吹客人的頭髮的時候 我就發現奇怪為什麼他吹出來的左邊的頭髮特別滑順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問他說他剛剛做了什麼 他就說我就把你那支沒有開的吹風機拿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我也太私離了吧 這麼厲害的吹風機 然後我卻沒有發現 我會把它上層的頭髮往上拉讓它吹鬆 吹鬆之後它就可以製造膨度 我就不用再拿梳子出來再繼續吹頭髮 那我覺得其實它就節省了我很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它其實最厲害的就是 它吹出來的頭髮就是有一個天使光 接下來我要介紹日本女生最愛的國民品牌 就是Tescom Tescom啊其實它的膠原蛋白的那個吹風機 我自己也很喜歡 就是吹完之後就是頭髮真的很滑順 那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這邊就是有一個 放一個膠原蛋白的一個產生器 所以你大概一般的人平常吹頭髮一次吹20分鐘 大概吹兩年這個膠原蛋白就要換了 它比一般的Tescom的吹風機還要再小支一點 而且它可以折疊 然後呢它可以就是雙瓶 就等於說它可以出國 你看它這裡有不同的電壓 所以如果你要出國 雖然現在也很難有機會出國 就是你可以把它出去帶著走 其實也蠻好的 那這一支吹風機是 就是跟日本一個百年歷史的西鎮之聯名合作 所以在吹風機的這邊有它的這個很特殊的一個圖案 那其實也蠻日系蠻漂亮 在吹乾頭髮的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一定要先把頭皮吹乾 那這時候我強烈的建議大家可以搭配這個吹嘴的部分 就是這個氣旋 它可以讓你的風跟冷風做中和 所以你吹出來吹到頭皮上的話就不會這麼的燙 我們就要把兩邊的頭髮都吹到最蓬鬆 髮根吹到最蓬鬆之後 再來做接下來的造型 那這時候呢你就可以使用集中吹嘴的部分 如果是直頭髮的人 記得一定要順吹自己的頭髮 那如果是卷頭髮的人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這個吹嘴的部分 我也是建議它還有另一個作用喔 這樣子繞完 然後捧在手心上這樣吹乾 那這個風力的話 針對髮尾比較受損的頭髮 它不會太過於強 然後溫度也不會過高 那你吹出來的捲度就會特別的有捲度 然後光澤感也會很好 最後啊我要介紹台灣的品牌這個G Plus 也出了一個高單價的吹風機 G Plus最早其實是手機起家的 後來他們就逐漸的轉型 現在有做一些家庭小家電啊 那這支吹風機有哪些特別的地方呢 它裡面有一個冷凝針 它會把環境中的水分全部收集到這裡面 把這些水分凝結成水露 然後再透過一種電針的方式 用電壓把這些水物變成奈米水離子 然後再加上有1000萬的負離子 所以在吹頭髮的時候 它有奈米水離子跟負離子 所以頭髮會越吹越亮 如果以模特兒自己本身在吹頭髮的過程 我會先將頭髮分成三等份 前後兩區 後面一區 那在吹整的過程 我會先將髮片抬高至90度的情況下 順順地用圓梳往下吹 這可以讓它看起來比較蓬鬆 有曲線跟光澤的指法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六支 高價位的頂級吹風機 不曉得你喜歡哪一台呢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